嗨,大家好,我是Vincent 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到底上衣要口袋要做什麼 到底可以放什麼東西,這麼小對不對 也不能放手機 後來我最近發現我過去那是大錯特錯 因為我上一集在家裡試拍的時候 我把這個麥克風掛在這邊 結果一整集我的衣服上衣就是這樣掉側邊 我覺得後來自己看影片覺得 看起來太痴呆吧,看起來很蠢這樣子 所以我發現口袋在這邊是一個好處的 它可以掛我的麥克風 所以我現在非常喜歡買這種有口袋的上衣 那回到今天分享當中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關於免疫力 但我要說一下為什麼要做這個主題 是因為我去捷運上或者說在路上 我覺得最多廣告的前幾名我排出幾個 我覺得第一名是政治選舉的廣告 這是一個偉大的台灣文化 第二個呢我覺得手機遊戲的廣告也很多 可能是因為售中很廣吧 很多人玩所以遊戲上就更有錢去買廣告 那第三個就是房地產 因為它賣的很貴 那第四個我覺得是營養補給品 因為營養補給品 我身邊有一大堆的擁護者 他們今天要出國玩 或者說去買任何鞋子衣服的時候 他們都很省 可是他們今天只要有個產品 據這個廣告指說可以提升免疫力 或者說可以讓他們更健康 他們花這個錢是不手軟的 那我就在想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他很有錢 他不缺錢 他去買了一大堆補給品 每天什麼都不吃就吃這些補給品 那他就會變成全世界最健康 最長壽的人嗎 我覺得以現在的結果回去看的話 好像不是如此嘛 於是就讓我想到說 我或許可以用免疫系統的運作方式 來跟營養補給品做個連結 看他們兩個之間是不是有正相關呢 那這個也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聊到的 一直想要加強免疫力 這是對的嗎 其實用加強這個字 它本身就不是那麼恰當 因為我們的免疫系統 它不像是拳擊器好像越大力就越高分 我們的免疫系統 它其實要的不多 它就求個穩定 我用個歷史中的慘痛教訓來講 在2006年 倫敦舉行了一場藥物試驗 這場試驗他要測試的藥物 叫做TGN1412 這款藥物的設計 是為了能夠讓癌症患者體內的免疫系統 能夠更有效的去擊敗癌細胞 我說一下它的運作原理 當藥物進入人體之後 它會去刺激人體當中 一個叫做T細胞的東西 那T細胞它原本的工作就是殺死病原體了 所以我們體內的癌細胞 也屬於它的職責範圍之內 這款藥它可以活化T細胞 T細胞會因為藥物的作用而更加活躍 殺死癌細胞更有效率 這樣子聽上去它的設計很聰明 所以藥物的開發很快就到了試驗階段 在一剛開始 藥廠的試驗人員 事先把這樣的藥施打在猕猴身上 這是在進行人體試驗之前的必經過程 結果不出意外的 猕猴身上的T細胞開了無雙 運作效率大大提升 後來這個藥廠進行評估 他們在想 如果要把這個藥打在人類身上 那為了安全起見 最好需要減少劑量是比較安全的 所以最後他們只打了原本劑量的1% 在人體身上 結果這一針下去 藥廠的試驗人員都丟了工作 因為呢 在不到幾分鐘之內 全部參與的志願者 他們體內都出現了所謂的 細胞激素釋放症 這個名字很酷很像是什麼技能的 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時候 就不那麼酷了 我們可以這樣想像 在我們的體內這一套免疫系統 雖然說我們無法主動去控制他們 但他們是一道道層層把關的系統 他們會進行偵測、對抗、學習 要做每個動作對他來講 那都是嚴格計算之後的結果 但是在TGN1412進入體內之後 整座免疫工廠的機子都跑了起來 而且還是一種加速運轉的狀態 可想而知的 人類是沒有辦法去承受 這樣子的高速運轉 所以這些志願者 他們身上開始出現一些症狀 像是發炎、發燒、身體疼痛 但這只是一剛開始 後來有些志願者 他們出現了多重器官的衰竭 就讓他們必須要吃下其他的藥 來關閉他的免疫系統的運作 同時又依靠著機器 才勉強沒有死掉 其他沒有那麼嚴重的人 他們的腎臟、肝臟都出現了衰竭 這場實驗的慘劇 在那時候還登上了頭版 最嚴重的一個叫做萊恩的人 他的手跟腳都必須截肢 目前為止他還是無法走動的 這場試驗也變成了藥品人體試驗的反面教材 但我今天想講另外一個重點 也就是 像TGN1Z2這樣子的藥 他的想法就是要去加強某一個基建他的運作效率 結果證明了 這並不是免疫系統原本的運作方式 他超出了身體的承受範圍 那生活中的那些保健品、營養補給品 他們號稱補充了煤、鐵還是什麼東西的 就能夠提升免疫力 真的是有可能的嗎? 我們先粗略的了解一下 免疫系統的運作 先進到今天的贊助時段 我自己覺得在網路上買實體書有一個最大的痛點 那就是我有時候只想買一本書 但金額不能夠達到免疫門檻 所以加上運費之後 這一本書的價格就會太貴了 那我今天所介紹的這個服務 就恰恰解決這個問題 今天想要跟大家推薦 《讀書共和國》 他們所推出的儲值型會員卡 叫做閱讀護照 大家可能會對《讀書共和國》這個名字比較陌生 他們其實是由60個出版品牌 所共同集結而成的出版集團 我看了一下 我之前曾經介紹過他們的《考試腦科學》 還有《為什麼我們不想生》等等的作品 那我說明一下 這次的閱讀護照該怎麼使用 好比說 我今天儲值了20冊方案5000塊 總共獲得20點 那本罪優惠方案也會加增一點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換到21本書 那換算下來其實一本平均是238塊 但是呢 今天這個閱讀護照 卻可以讓我們換上21本 定價500塊的書 好比說 我找了之前介紹過的《心情之書》 它的定價為420塊 那我們今天呢 用這個閱讀護照來購買的話 它就只需要折扣一點 用價錢來看 就是定價只要是在500塊以下的 都只需要花費238塊就可以買到 那這邊有一點是要多加注意的 那就是如果這個定價為501塊到1000塊的書 就需要花費2點 以此類推 那在挑選的時候要多加注意 可是大部分的書籍 換算折扣之後 大概落在5到6折 重點是 這個閱讀護照 你只要買一本書 就可以宅配免費 兩本以上可以超商取貨免費 而且閱讀護照點數是完全沒有使用期限的 你可以儲值之後想買再買 那最後我再講一下優惠資訊 從5月9號起到5月23號 儲值閱讀護照都可以在獲得會員裡 儲值20冊以上加贈1冊 儲值50冊以上則加贈5冊 在5月16號之前 下單儲值閱讀護照的話 還可以享有早鳥優惠再折100元 那我們會把詳細的資訊放在資訊欄位 如果你對這項服務感興趣的話 再點擊來了解更多 今天的贊助時段就到這邊 首先先講一下 目前有個狀況它是這樣子的 人類可以創造出980種神奇寶貝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因為這比我們對免疫系統的了解還要更多 因為這套系統了 它有太多的運作方式跟它的原理 人類的知識範圍內現在是沒有個定論的 我們目前就只知道個大概 我們今天用三道屏障來去想像 第一道屏障是我們的皮膚跟黏膜 先講到皮膚 如果我們身上今天沒有傷口 皮膚可沒有在開玩笑的 因為我們的皮膚上大概有50層的死細胞 所以病毒細菌要從這邊破防 幾乎不可能 但黏膜就是相對比較弱了 黏膜容易想到的 就是我們的眼睛、嘴巴、鼻子生殖器 這些黏膜上面只有薄薄一層上皮組織 再加上一些鹽分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過去在防疫時才會一直督促 不要用手去摸口眼鼻 那第二道屏障就是我們的先天性免疫系統 它的功能有點像是遊戲世界裡的護甲值 一般傷害它都扛得住 不會讓你輕易受感染 但如果今天來了一個擅長電屬性的 還是雷屬性的攻擊 先天免疫系統它就廢了 因為它不擅長這種具有特殊性的細菌 所以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屏障 它叫做適應性免疫系統 這套系統它平時不上工 直到先天免疫系統它扛不住 它才會開始工作 那這套系統它有另外一個名字 叫做後天免疫系統 顧名思義的 它不是我們出生自帶的 而是後天慢慢養成 我們可以這樣想像 當我們今天被生出來 從呼吸道 從傷口 從食物 我們體內會遇到很多細菌 跟病原體的拜訪 有些呢 你不會有任何感覺 但有一些 會讓你可以請病假在家裡玩原神 這些經驗呢 它都會被適應性免疫系統給記下來 變成以後的攻略 所以簡單來講 這套系統它在幼年時最廢 壯年時期很猛 老年之後逐漸變爛 那我們今天用一個例子 來敘述整套系統它是怎麼合作的 好比我們今天踩到一個釘子 我們體內的巨噬細胞 跟適中性球 會第一個時間上去戰鬥 它們的付出是可以被看見的 因為明顯的效果之一 就是發炎 發炎它會讓傷口看起來醜醜的 你可能不太喜歡它 但它可以讓細菌控制在這一小塊 而且發炎它會提高溫度 大部分的細菌都不喜歡高溫 所以它們會感染的比較慢一點 但是我們的免疫系統卻熱愛夏天 溫度高個幾度 它們的效率就提高了一倍 除了戰鬥之外 我們的樹兔細胞 可是一個優秀的傳令兵 它會去吃掉一個細菌 分析出它的身高體重 和喜歡看的動漫 再把這樣的資訊丟給淋巴 對淋巴系統 會把這個細菌的個人資料 傳給先天性免疫系統 後來的故事就是一套組合拳 細菌呢 會被先貼上一個標記 適應性免疫系統 會派出個殺手 把它打出破綻 最後再一舉殲滅 以上這一些 是我對免疫系統最概括性的解釋 所以再拉回到保健食品的問題上了 我們體內的免疫作業 它們在乎的是團體合作來求得穩定 而不是英雄主義 也就是說 它並不需要有個隊員想特別探出頭 所以就市面上的營養品來看 這些產品似乎都想要藉由補充什麼維生素還是礦物質 來達成所謂的提高免疫力 但如果我們的免疫系統 它已經複雜到我們還無法理解它 還有TGNEC2的藥物試驗 讓我們了解到了 要單獨讓某個環節加長是不太可行的 那這樣子的補免品 真的能夠黑進去這套系統 來達成提升的效果嗎? 換個情況 如果你已經有在服用這些產品的習慣了 我也在《明義》這本書上 和一些網路上有專業背景的人 把他們的回答進行了一些整理 首先呢 這些資訊當中都提到 很多的消費者容易將營養品 當作是藥品來服用 我講幾個廣告詞 我發現這些產品的廣告詞都是很小新的 他們只寫上一些消費者比較難以衡量出來的 買回來吃當然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睡不好 不是去看睡眠門診 我們今天有點咳嗽不是去看醫生 而是去吃保健食品 來塗一個方便跟性安的時候 問題就不只是一點點了 另外呢 其實大部分的這些保健食品 它的吸收率是比不上食物本身的 我們如果說這個營養產品上 它所標榜的份量是10個單位 我們今天吃進去了 真正可以被人體吸收的可能連一成都不到 但如果我們今天吃的是牛肉、蔬菜、水果 其實它的吸收率大多可以來到兩成以上 第三個呢 其實每個人的吸收是有上限值的 每種維生素 每天每個人都有吸收上限 所以我們今天吃多的可能只是爽到廠商 二來呢 像是新這樣的東西 成年人一天大概就只需要一個12毫克到15毫克 那如果你今天三餐裡面已經有肉跟海鮮 那基本上就已經足夠了 所以呢 那這種情況之下還去買補新的產品來吃 可能也只是爽到廠商 但是除了以上這些資訊之外 有一種情況之下它是適合吃營養不激品 就是你今天察覺到你的身體有某些狀況 你上門去求助醫生 這個醫生幫你做了某些檢查 最後他告訴你說 其實你可以去買某一種的營養餅回來吃 這時候再買回來吃 其實對於大部分的人來說是比較恰當的 所以講到這邊我要來講我的心得 小時候我感冒的時候 除了很開心可以在家裡肺之外 有兩件事情我很不開心 第一個 我媽一定會叫我吃飯 而且還是青菜很多的那一種 第二個 就是我媽會跟我講說 如果你待會體力還行的話去跑個步 我當時想說到底哪裡來的毒媽媽 但我現在發現 這是一個古老的智慧 因為就我所查到的 真正能夠去穩定免疫力的方式就三種 第一個 好好吃飯 吃點蔬菜水果跟肉類 披薩跟養育片 並不會讓人免疫系統更加穩定 第二個 運動 就算只是走路10分鐘 都比那一些128090例的保健品來的有用一些 第三個 如果你的老闆還是個人 溝通一下 讓你自己壓力不要這麼大 這對免疫系統是大有幫助的 就這樣子 我發現我媽是對的 最後最後我想講一個我身邊的例子 我身邊有個朋友 他皮膚超好 而且又健康 但是我每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他都在吃甜食 所以我就覺得說 到底是老天爺不公平 而怎麼樣的 我就打聽了他的飲食攻略 他告訴我說 他每一天都會盡量吃到25種食物 有吃到就好 不用吃太多 哎呦 或許這就是健康的取笑之一 我是Vincent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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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